白賴,請問今天要說什麼呢? 佛教的故事 不要失去自己的平常心 在佛教有很多故事 那我現在要說第一個 第一個我說的故事是 佛陀在世的故事 那佛陀 佛陀到了 他的故鄉 皇宮啊 這時候呢 靜泛王很熱情的迎接他 靜泛王就是佛陀的父親 靜泛王熱情的迎接他 那個佛陀呢 收了幾個弟子 在他要走的時候呢 有一個母子 有一對母子呢 他們就 請求佛陀一起 那個佛陀 要那個 替他禮法 替佛陀禮法 那這個小孩就是優婆禮 那這個母親就是禮法師 禮法師就求那佛陀 請那優婆禮幫他禮頭髮 就是幫他剃一些頭 那麼 優婆禮呢他就操刀 要去那禮頭髮 那這時候呢 佛陀就給了一個 佛陀就說 嗯 姿勢好像太彎曲了一些 優婆禮立刻把姿勢給伸直 嗯 這次似乎又太僵硬了 這時候呢 優婆禮只好一直來配合佛陀的辦法 結果弄到自己都快要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了 佛陀就說 嗯 這就是你的缺點 聽別人的忠告固然是好的 可是問題是 絕對不可以喪失自己的平常心 好了我走了 那至於佛陀有沒有禮頭髮 這件事情有點不知道 可是問題是呢 佛陀的故事比較不太注意 不太在意那個 以後的事情 就是要把 要把那意思給說出來就OK了 那好 OK